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子 人生 己有 在这个八字里边呢 人水的日主地质两个子水 这都是羊刃 并且有生油精来生 这是一个羊刃格局 那么羊刃格局 已经显示出一个信息来了 羊刃是什么呀 是劫财 劫什么呀 劫钱财 劫感情 这个八字呢 是八岁上大用 八岁上大用 那我们看到呢 它这个大用走的是东南的木火之地 所以木火之地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这为啥呢 羊刃格局水这么旺 都木呢是石河山关 都火是财 这是石沙生财 这不是很好吗 但是呢有一点 在这个八字里边 因为羊刃太厉害了 所以一边是走石沙生财 这样一个趋势 这样一个大用的走向 还是要预防什么呢 预防 劫财 再出现 像流年的 鲜干 地支 这是主要是 那所以这个八字呢 在人生鬼有年 人生鬼有 人鬼是 底肩结财 圣友经又在生底肩结财 家里是一塌糊涂 闹得是不可开交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全部是结财 所谓的什么呢 结财是 夺 夺什么呢 一方面是自己 去夺别人的 另一方面是别人来夺自己的 那有的战道结财以后 干嘛呢 拦路抢劫 最后是 郎当入狱 这种也有 那有一些呢 遇到结财以后呢 就是因为自己出事 像吃货呀 做生意 破产呢 就是被别人夺走 都是这个 羊人结财 惹的货 因为羊人结财 他就是要 破财的 这样一个八字 以紫水为养润 在饼子年 这个饼子年呢 刚好要交几次大用 也就是说是在哪呢 在交用 交接大用的时候 遇上一个饼子年 那么这个饼 是一个什么呀 天才 子 又是养润 又是本命年 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老婆 出车祸 老婆出车祸了 伤到哪呢 伤到腿 人生归有年 也才 夫妻闹毛动 饼子年 出车祸 我们来看一下 从手上来看一下 人归家以饼 五年之内 就出这么多点事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 石碑 也叫碑石 就是说 用气不好 用气不好的原因在哪呢 就在阳润结成 所以啊 这个研究八字 研究什么呢 躯壁之法 就是当看到一个八字以后 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会有 某方面的事情 身体啊 财运啊 感情啊 以前呢 做一些预防 提前提一个醒 尽量的减少 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这就是 研究八字 所做的善事 洋人结财 就讲到这里 下一堂课 我们来讲 财望 生弱 也在惹祸 谢谢